OBS的設定 你只要問你模式啊 我告訴你上面找到有啊 好了 皆さん 皆さん 今天呢 要教大家OBS的設定 那 每天玩這些東西 其實蠻幸運的啦 就是 你把它當女朋友在玩 你就會覺得工作充滿了樂趣 那 OBS開始 設定開始 首先呢 請大家先到Google去 這隻是教得非常的完整啦 那你有興趣聽的人呢 大家不妨齁 加減一下 貴姓 刷 刷到好丫人 刷到在台灣是 大好丫人 什麼話跟你說 手腹都是刷 來 刷生死 現在OBS 來 我們現在先來Google一下 Google Google 你把它打OBS O O B S 不用錢的你把它打 O 然後下載 那這裡有很多的教學都在裡面 你都可以用 我這是真的是白咖的 下載 那教學我們也拍很多 但是別人也有教 大家都在教 反正你們就是 喜歡看誰自己弄 然後這有個繁體中文的 也可以這個也是可以 這樣就 很多地方下載啦 反正這個軟體很佛啦 但是不一定好用 它不是最好用的 你如果說 我直接教你們 最好用的是 這套軟體叫做 LifeBestreaming Studio 這個是最屌的 差了十萬八千里 那又要升級 要升級 又升級喔 讓它去升 這套軟體呢 是目前直播當中 最穩定可靠 同步多平台直播 然後 你可以發一個連結出去 給你的客人 然後呢 那個客人只要在手機上 點個連結 就進到你的直播系統裡來了 多屌 客人拿手機 按連結一點 它的鏡頭打開 直接就跳到你的導播機 但是我不喜歡介紹它 因為 我攝影機還賣什麼 我 我讓你每次手機都變攝影機 我就吃屎啦 對不對 我們也不可以說 不夠自己的死命安全 去做這件事 也要一個 勉強一下 對不對 好啦 這個軟體是免費的 你可以下載先練習 喜歡要做廠再跟它租 但是你一定要學會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是目前公認專業的 齁 很多電視台也用這個 很多大企業都用這個 所以它一個月兩千多塊 那你自己評估看看 值不值得 我們是願意花這個錢 因為太好用了 直觀 所以它一個月兩千多塊 那你自己評估看看 好 這邊 這個是 Live Streaming Studio Setup 看您個人需求 喜歡再用 好 Live Streaming Studio 好了 最厲害的是說 打開之後 它就開始把你這台機器 能夠串的 Video自己把你串出來 好 Steel Steel Live 未來直播 它可以同步多平台直播 譬如說YouTube FB可以同步作業 好 桌面就幫你設好了 然後 攝像頭也幫你設好了 在這邊 都幫你抓好了 好 桌面你抓好了 好 我們這邊呢 把導播機叫進來 導播機就來了 很直觀的 好 好 那 這個訊號照理講 要過來 HDMI3 好的 那台是4K的 我們這不吃4K訊號 所以不好意思 OBS這樣就找 這是一種找法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OBS 這個軟體叫Live Streaming Studio 直播錄製 多平台同步直播 麻煩各位自己上網去學 那我們交整套 總交整套那個要 要交到那個電視台等級的話 要花8500元的學費 再來我們就一般的 這個很多人在交 OBS 很多人在交 點進去 下載好了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就設過了 我重新來過一次 這些有全部刪掉 沒有在跟你客氣的 就刪了就對了 刪掉 沒東西了 刪掉 好 這是第一場景 9135 那改名字 我們今天要改7105 因為我們現在是7105 你才會知道這個訊號源從哪裡來 7105 OK 好了之後 7105 清采了 再來 我們把視訊擷取裝置調進來 你再取個名字 好 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把訊號調進來 訊號在這邊 我們這叫7105 就調進來了 調進來之後呢 你要增加字幕 文字 圖片 這很簡單 都中文的 都很好處理 就加進來 然後再去控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到了這邊呢 開始就要做串流設定 設定的部分呢 我們這分為 一般串流 我們到串流這個地方看一下 這裡就是我們的串流金釀 那我們要取得金釀開始 點進去 找一個臉書 好 臉書這邊呢 按直播 點進去 這裡沒有看到直播 沒關係 到外面來 我們這裡已經在直播了 好 那各位這個直播要有幾個分寸要拿捏 就是1080的部分 在YouTube直播呢 要用RTMP 進去直播 好 開始直播 建立直播活動 訊息 選擇建立 這邊 好 好 這裡好之後 我們要選一個串流金釀進來 好 噔噔噔噔噔噔 這是排程式的 這先不管它 這是排程式的 你就是 預告要直播啦 然後開始直播進去 這裡頭你就去摸就對了啦 這個沒有難度 那記得齁 串流金釀的部分這邊齁 一次性的直播 就複製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像我這種天天播 剛剛拉迪賽的這邊要打開 要打開一個叫做 間接設定 要打開這個 持續性串流金釀 如果幫客人做廠的話 你這個可能就是 像我都是固定播的嘛 固定一個位置嘛 所以我就持續 那這個金釀就不會變了 它就永遠一樣了 你就不用每次都去射這個東西 只要射一次之後複製 複製好之後呢 貼到 剛剛講的齁 串流 然後呢 串流金釀 貼上去 貼上去之後呢 按確定 這時候 先打開這裡 打開這個 打開這邊 叫做 那 Chrome的FB 先打開Chrome的FB 這時候開始串流 那 確定要串流 那你同時開始串流同時落影 無法訪問串流金釀 請檢查你的串流金釀 好嘞 因為剛剛那一邊不是我的 真的 我的真的是在那邊 那我就 好吧 就 就做真的好了 齁 我就做真的 齁 串出去 開始串流 確定 好 那麼就會到這個地方來 這邊就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剛剛要準備的 齁 等一下就有了 現在就連接了 哎呦 你們拿得比較好 走出來齁 別怕別怕 別怕別怕 那來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呢 現在就有了 現在就連接了 真功夫要來的齁 平常沒有在教這麼多的 但是今天呢齁 插聲實在急給我彈 我們就要教工夫 來來看看齁 那我現在直播的時候齁 要做多 多到社團齁 還是 發佈到管理的粉絲頁 啊這裡會有 這是個人的部分 如果你播粉專的話呢 它會讓你可以做多文發佈 同時你有幾個粉專 就播到N個粉專去 那這邊都設定好之後 就是打上你的這個名字 動態發佈 主辦人 然後這邊 主控板 在這裡 好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 現在有誰在鳥你 但是現在都沒有播出 現在這個叫做Standby 好 麻煩這邊打上齁 BOSS無敵帥 BOSS 哪敵帥 打好BOSS無敵帥 BOSS 哪敵帥之後呢 那麼你這邊按開始直播 它就出去了 好 那聲音的部分呢 建議你在電腦處理 聲音的部分我這邊強調一點齁 聲音的部分是 經過東西越少越好 那麼你不要說聲音經過手機 經過相機 相機經過HDMI HDMI經過導播機 導播機再經過電腦 你為什麼不把聲音直接就丟到電腦就好了 你丟那麼多層 風險會跟著隨之增加 那麼這點要特別注意 那對跟不對好或不好 就看你自己爽 跟不爽 好 那這樣就直播出去了 好 這個是指我們的這個 在這邊左下角這裡 按下去就播出去了 15秒鐘就會出現 還有強烈的建議你齁 在直播的現場不要把喇叭打開 為什麼avivrii Tribal 會悔溼 會悔溼 虎虎虎文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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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有沒有 pozy 再來要把聲音找出來 在這邊看一下 聲音找出來稍微麻煩一點 按右鍵進階設定這邊 這負責delay 你們自己會發現數位的東西 它會delay自己要調 那boss賣東西不管軟體 軟體你們要自己摸 我們只帶進門修行這個人 這個軟體這樣真的要教 它要教好幾天才能教到會 教到屌不是會 教到會只要十分鐘就會 看你是要教到屌還是教到會 我們現在是教到會 而有沒有沒有教到屌 在這邊我們噪音 你可以這邊看一下噪音關這些 都是去處理音噪的部分 再來 屬性 屬性我們選擇麥克風 One two One two 就跳出來了 那麼它的麥克風的選擇 就是說你這台機器接了哪些東西 現在是跳了嘛 沒有舞爛 跳了 選擇哪些東西 它就會出哪些東西來給你 譬如說 你接了 聲卡 你的屬性就會出現 其他聲卡的聲音 那你就看你要接在哪裡 像 這是接在導播界面 好 好 好 待會就 聲音選好之後呢 我們已經來了 那這負責聲音的大小 那 有Noise Reduce 剛剛有講過 你可以去把 處理它聲音的音噪 就是說底噪的部分 那走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下一個進度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導播機的這一邊 導播機這一邊 為什麼要四個 輸入 一個輸出 你的機器如果裝四張截取卡 會爆掉 你看看 這裡已經 我沒有裝截取卡 已經五十四了 啊 我如果裝四張截取卡 去處理四個畫面送進去 你電腦爆掉 好這個時候 很有趣齁 你的電腦呢 為了四張截取卡 要買i9 九萬等級 九萬等級才能夠 解決這個問題 可是我用四萬等級的電腦 加一萬塊的導播機 就不需要買四張截取卡了 你是投給他爹拆嗎 有客人真的來跟我爐小小 我電腦就是要裝四張截取卡 結果他的電腦 i7 拖不動 CPU一直標 常常盪掉 他硬要裝四張截取卡 後來才發現 他不想買一萬塊的導播機 去買四張截取卡 結果四張截取卡 一張兩千五也是一萬塊 你娘勒 你是投給DESA喔 你就花一萬塊買個導播機 你幹嘛去買四張截取卡 後來他慘了 為了那四張截取卡 電腦 四萬塊升級到i9 九萬多塊 你娘勒 這不是實話 這不是笑話 他真的把我弄到毛掉了 那麼 他以為截取卡便宜 是幾千塊 這個導播機一萬塊 他不相信專家 在那邊亂配 配料拼拼拼拼 結果花出了快一倍的代價 還搞不好的事情 所以呢 為什麼要導播機 就是截取卡的部分呢 你不需要一次花那麼多的錢 那麼 四張也要一萬 這個也是一萬 所以呢 你用了四張截取卡 你會很慘喔 你用滑鼠在那邊 switch這邊take 你就真的 哪有人這樣 一直用switch 用滑鼠在那邊take 那沒有辦法做事啊 好不好 好 那有問題可以問喔 我們現在講解到這邊 那這邊出去了 然後停止串流 停止錄製 都把它停下來 接下來 FB 會常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底鍊的秒差 現場客人說 你能不能幫我解決 你就說可以啊 等我去FB上班的時候 0倍就把你變成0秒差 問題我沒有辦法去FB上班 因為這是常識啊 原理很簡單 他現在先丟訊號 然後FB那邊有一個水池 你把水先 先續滿 續滿 那他再把水滴出來 然後你看的人 就是一直接一直接 接那個水 那水就會源源不絕 訊號就不會斷掉 可是我們在做訊號 然後串流的時候 我們送出去的訊號 會斷斷續續斷斷續續 時有時無 這個時候呢 就是靠那個水池 跟你 消費者 維持 源源不斷的畫面品質 就這麼簡單 好啦 再來 YouTube 就這兩大系統最多 然後任何的直播軟體 都不 不 不面一個原則 它的RTMP呢 你就去抓就對了 你的頻道 因為我們的 我們用的軟體不需要 我們用的軟體只要把YouTube點下去 就可以播了 然後你們用的OBS軟體 它沒那個功能 它不是ICON直播 它是那個 叫做 金鑰直播 金鑰直播程序很多 我們就來一個一個來 那首先呢 直播打開 進行直播 好 那YouTube直播是可允許4K的 麻煩自己慢慢玩 那今天看這一集你就賺到了 因為很多人還搞不懂4K直播怎麼辦到的 好 連線進行直播 串流開始設定說明 麻煩你看喔 我這邊就已經做4K了 我這邊都設好4K了 你在這下面設一個東西叫做 你就做一個你要的東西 你的規格 好 在這邊建立新的串流金鑰 管理串流金鑰 建立新的串流金鑰 好 打你要的東西 打你要的東西 再來 RTMP 好 再來 YouTube會自動串流解錄 啟動手動設定 不用就不要囉嗦 啟動手動設定的話 就這邊啦 可以選4K 關鍵你要4K就要做這個動作 你如果不做這個動作就隨它處理 啟動60P 這些東西都弄好之後呢 建立起來 好就建立起來 建立起來之後你就可以選擇了 我建立一個是 3490最高CP值的4K Webcam 我做好了這個東西了 那我做好之後當然就 好 就好好弄啦 是不是 好做到這邊之後呢 你就可以把剛剛的程序串流的這個訊息呢 給它複製過來 串流金要複製過來 複製過來之後 我們再到OBS這邊的設定進去 搞一下 搞一下什麼呢 串流 串流上面給它選擇YouTube RTMPs 然後再把串流金要複製進來 那 有的伺服器像這個是 串流網址 我印象中是要打啦 但是 我的YouTube很少在做直播 那麼你們就回去記得 它的伺服器 串流網址 要不要打你們先看一下 那因為我是專業的那個導播軟體 就是Live Streaming Studio Live Streaming Studio呢 它本身呢 直接按 我給你們示範一下 Live Streaming Studio 為什麼我要用專業的軟體 不用這個OBS爛軟體 因為它常常打開之後找不到東西 常常啊 那電腦的系統又那麼多 那麼根本就沒辦法處理完 所以說你們只要是OBS的問題 都要自己客服解決 店家沒有辦法幫你處理 因為電腦太多種了 那我們就選擇的是專業的軟體 這個 叫做Live Streaming Studio 這個很方便 打開之後 所有的軟體都找得好好的 根本就不用在那邊按摩背 好 稍等一下 現在那個資源都被 OBS給佔走了 根本就不用在那邊按摩背 今天底罩有點大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是跟手機有關係 好 好 畫面找到了 然後 接下來呢 我要直播你看 我這裡有個FB 那我要加 我要加我的直播 只要點進去 你看喔 YouTube 連線 連線 好啦 我這樣就好了 我就可以 我就出去 我不用串流金 我什麼都不用 好啦 你看我YouTube就建好 我只要按直播就好了 我只要YouTube這樣按直播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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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OBS在那邊阿瑪伯 阿瑪伯 阿瑪伯這麼多 你看 多開一個 我下次直播我告訴你 我打開我直接按直播 我下次就是按直播就好了 因為我這個都已經建好了 大家看到有沒有 我剛剛建的方式有過簡單的 就是 我要去哪裡播我就點過去就可以了 它會幫我連接好串流金鑰 還有那個串流的這個位置 全部都弄得好好 不用在那邊打阿瑪伯的 然後我下次只要這個點進去 按直播 FB點進去按直播 RTMP點進去按直播 我這裡可以一大串跟那肉粽一樣 媽的播得好爽阿 Twitch的播阿瑪伯都播可以一大排阿 OBS可不可以 No way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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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跟這個比根本都是玩具阿 我的媽呀 OBS根本是玩具阿 好不好 好 接著我們這邊 就是 把剛剛的 這個 YouTube這邊的這個數據 沒有這個串流金鑰 串流網址 複製到你的OBS這邊來 複製到OBS這邊來 來 串流 複製好之後就可以了 好再來講輸出錄影的部分 到這邊還可以吧 好這回去你慢慢看阿 沒有人要慢慢看一次就會了 這裡你可以錄成4K 隨便你高興 40962160 38402160 隨便你打這邊有14 好不好 那打完之後呢 這裡我的經驗值是9000 這裡打9000 VBR9000 反衝2500 那 不要問為什麼啦 打得越高畫質越好 但是你的直 你的像 沒有弄得夠的話呢 它還是一樣 你用很普通很糟糕的鏡頭 它還是一樣沒效果 所以還是要 歸根究底 還是你的品質要有 再來錄影的部分 錄影的部分呢 我這邊是 平常也是錄6000啦 但是4K的話我會錄16 4K會錄16到30 那FHD的話呢 一般這個 呃 這個 教你們看喔 千 萬 十萬百萬 六千K等於什麼 六妹 六百萬的意思 那 六千就是六百萬 那我們這邊就看你的需要 你怎麼去弄 然後 呃 聲音 這個我 沒有在動它 我就是這些錄影的 串流的都設好之後呢 不拉不拉不拉的就開工了 那這裡 關鍵的問題就是 設定這個地方 一定要把它做對 串流的金要這邊喔 你要去的地方選好 我都是在FB這邊 FB Live 然後我現在再打一封出去 好 再做一個FB YouTube比較少人做 原因是說 因為YouTube要一千個人 你要被人家被一千個人上過 然後上過你還要 按讚 你的YouTube還能動 你要知道你的YouTube要弄一千個人 一千個讚你要多難 YouTube要弄一千個讚要花很多錢 沒有那麼簡單 齁 你就直播打手槍都沒有人理你 那你就是這個都要注意喔 不要太低級喔 我講這個東西是因為有立委 聽說說 打手槍打到住院 還貼臉書 所以人家都這樣做 代表我說話也不算低級 人家堂堂立委都能說這樣的話 我就算什麼東西呢 好嘞 開始 退出齁 我現在打到我的怪機師去 所以我要進我的粉磚 來講這個東西 你知道這個叫OBJ嗎 這個東西你知道什麼原因 你有沒有看過 你的手機安卓還是蘋果 安卓 安卓你看我們家的臉書 都會看到OBJ 你注意一下 好 媽這個真是他媽有過邪惡的 對 這OBJ呢就是蘋果手機貼文 就會看到OBJ 在安卓就會看到OBJ 真的是胡搞瞎搞 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人為言親 好 繼續 好我現在要到粉磚去 剛剛是在個人直播 現在去粉磚直播 先按Home 然後選擇我們的直播要去的位置 那我的位置呢 選擇我的粉磚 好這邊點一下 去我的粉磚 這邊點進去 粉磚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點到我們的這個 粉磚頭 那現在這個燈呢 我們這外景用的燈呢 現在萌萌優惠 二次期無期分期喔 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現金呢 可以再獲得其他的禮物 譬如事業遮業版啊 還有這個手把啊 什麼的之類的 你可以跟我們聯絡 聖金有優惠 再來我們要直播了 好直播開始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選擇 正式 先測試直播 好先測試直播 算了 直接選擇 好 選擇下去之後呢 持續性的直播串流金鑰 好 那這邊要打開 進階設定一定要打開喔 這最近有改版喔 不太一樣 這裡頭已經有不太一樣地方了 改版了 好按複製 只要複製一個這個東西 什麼都搞定了 好我們OBS去 OBS去這邊寫Facebook 然後再把這邊 按選擇 Delete 先殺掉所有的東西 Delete 然後再來PASS PASS剛剛我們進去的東西 好套用 套用完畢之後呢 我們大概就整個串流給它進行下去 好 開始 串流 登登 好 串流的時候呢 待會這邊就會過來 好 來了 準備 你們來得比較好的 馬上就來了 是不是 很方便 現在就開始串了 串流的時候呢 現在呢 我們要做多文發布 我一次呢 我要撥十個粉磚 一次要撥十個粉磚 好像 看不太清楚 我把它放大 好 我把畫面 那你們看清楚一點 你們都可以反應啦 這個 做服務嘛 服務業就是 服務客人 覺得不 不夠 字不夠大 不夠清楚 我可以克服的 搓一搓就會變腫 又硬又大 好準備 那畫面進來 放大一點點給你們看 好 緊接著呢 我們開始進行 直播作業的前置作業 串流設定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做到 多文 發布到你的粉絲管理專業 發布到社團 那我們是要發布到粉絲專業嘛 選這個 這沒有問題的 好 再來 往下 往上拉還往下拉 這真的有改耶 因為它可以多文發布 結果現在多文發布消失了 對啊 以前有個多文發布啊 多文發布這一次可以發布到N個 N個粉絲 今天 不見了 齁 不見了 那跟我平常罵 罵臉書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只是不知道為什麼 多文發布今天 今天特別在今天 就在菜先來的日子裡不見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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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 改的有點討厭 串流影片在這邊,好,點進去 小小的,太小了 串流影片設定 放大全螢幕的功能也不見了 它以前有個功能可以放到全螢幕 現在不給你了 各位觀眾,1080 這個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 這個關節在這邊學一下 在串流的地方 輸出的地方 的串流這邊 這邊要打19201080 X264 X2641901080 VBR9000 這裡記得要打 打下去之後你才有1080 不是,還有一個眉角 這邊教大家,在這裡 教大家你如果發現你點下去 這邊沒有1080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只看到720 很多時候 你不用懷疑 你不要以為自己是 你是眼睛是瞎了還是葉障中 都不是 因為人品沒到 人品沒到可以刷人品 來,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呢 F5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記好F5三次 它就會從720刷到1080了 第一次 那你刷一次之後 你在這邊看一下 它如果還沒有1080呢 它如果沒有1080呢 你就再刷一次 F5 那麼經過三次通常呢 這裡會出現1080 這裡 這裡會出現1080 那 如果你還是一樣只有720齁 那就是這邊 沒有做對 設定的地方沒有做對 串流這地方 已經要記得這邊要做對 好不好 這邊做對基本上就 萬無一失了 好啦,大家 麻煩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老部跟老伯 感謝大家給我機會 今天教大家OBS直播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的話呢 麻煩你不要再私下問 這類的問題請公開的問 我們公開的教 私下問我要再重來一次 蠻累人的 好不好,謝謝大家 感謝蔡先生 恩客今天來帶走了一台7105 第二代打播機 擁有了LIFE TREEMING的一個 LIFE TREEMING的直接的功能 然後這個功能呢 算是 我們 公司敢介紹它就是 我們自己天天在用的好東西 做廠子最怕出事情 做出什麼事情呢 出那種給你 骰太故障還有 出狀況的事情 這台機器 有一開始你就聽到散熱風扇了 一定要買有散熱風扇的 導播機沒有散熱風扇 我跟你講千萬別買 你就等著出事 第一個導播機第一個要散熱風扇 第二個要一年半保固 我們18個月保固 第三個 你的機器故障了 我這邊有備用機借給你 因為這種東西一修就會很久 那麼做廠子要買對東西 我們沒有說人家不好 但是18個月保固 我們有故障備機的服務 還有技術資源 技術完整的轉移 你去買那一種 國外的那一種 是沒有可能的 你跟他語言也不通 他也不可能教你那麼多 所以在這裡 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要錄影 他錄影會同步 他錄影同步之後 將來你要後製的時候 從裡頭拉出來就好 所以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買錄影機這種東西了 就是說 我買個導播機 旁邊再買個錄影機 然後再來進行直播 都已經做到裡面了 都不用錢了 你還要買個錄影機 你是多厲害 還有一種就是 我的相機要邊錄影 裡頭要邊直播 你是有多少記憶卡 你是有多少時間 把記憶卡拔出來 一次兩個鐘頭 你三機作業 三到六張卡 然後一直過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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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金鐘獎的嗎 不用這樣摸 這樣進去就好了 很快 然後 這樣的裝備呢 說真的 說 很好學 這個是 AFV AFV的意思就是 你按1 聲音就是 攝影機1 按2 聲音就是攝影機2 按3 就是攝影機3 這叫做跟隨 音頻模式 跟隨 有看到 有看到 再來 按下面叫Mixer 按下去之後呢 你第一路要選擇 哪一個 訊號 你自己選 總共7個 7個 可以收7種聲音 7個聲音在這裡頭選 第二路你還可以選擇7種聲音 通常我們都會選同一路 然後這是大小聲 大碎蝦 這大碎蝦 第一路大碎蝦 第二路大碎蝦 然後這是Mixer 它可以Dissolve 然後這是Fed 然後這是Wipe 它可以切Wipe 也當作效果 再來Bar Cut 暫停 FTV 飛黑 進選單 選單在那邊 通常都用不到 通常都用不到 好 在這邊謝謝大家 然後有需要的話 歡迎大家 全世界應該不要 全世界是太囂張了 全台灣最會賣導播機的男人 曾經創下一個月賣一百多台導播機 你當你在賣 賣燒餅還是賣油條一百多套 這是真的 一個月賣掉一百多台導播機 這不是開玩笑的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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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